太烤魷魚、巧克力草莓 吃在夜市 台中美食光是逢甲夜市 年齡1180萬人次 吉陽納福巨型造型燈光秀 台灣燈會1375萬人 湧入參觀 台中市聘觀光 林佳龍冒足全力 台中是台灣最宜居的城市 從觀光起步 聘出高民調 媒體參訪 提檢林佳龍一年多來政策 他說政策起步是從硬體做起 台中港清泉岡機場 這兩個國際級海空雙港 如同一對翅膀 台中雙港推中進中出 貨港升級 空港要搶國際觀光客 不怕陸客不來 新南向政策也搶東南亞人潮 台中有雙港 所以就是海空雙港 未來就是我們講貨從雙港出 客從雙港路 所以這樣的一個海空連運 客戶連運 以中台灣作為中心 前台中市長胡志強 爭取到2018花博 政策延續 李佳龍說要做得更好 今年會是一個關鍵年 因為鐵路高架的話會啟動 然後兩年後10站都會完成 明年又是台中火車站100年 所以我們大概以這樣的一個方式 就是在進行城市的改造 4年500公里路瓶磚案 治安破案率拼6毒第一 用大數據對症下藥 拼觀光硬體軟體兼顧 林佳龍讓台中開始改變 既黃將李旺章 台中報了